保罗克里艺术中心 是集艺术研究和展览为一体的专业场所 主要展示曾在博尔尼居住的艺术家保罗克里的作品 保罗克里基金会也位于此地 共有四千余件艺术作品 我们是世界上研究保罗克里最重要的学术机构 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美术馆 同时也是一个综合的艺术中心 会定期举办音乐会 文学沙龙 舞蹈表演等活动 艺术中心独一无二的波浪型建筑 是由著名的意大利建筑大师Lunzo Piano设计的 保罗克里人与人之间是我们最新的展览 他从艺术家的视线出发 再现他是如何看待人类共同体 保罗克里是一个观察者 他经常用解说性和讽刺性的语言 对人类进行评论 就像从上帝视线在宇宙中用放大镜观察一样 如此渺小的人类如何在一起共同生活 他们中间又有哪些个性化展示 有时令人开怀大笑 有时令人心领神会 而在暴力的环境中又让人感到无比惊恐 艺术家对人性有着深刻理解 并进行了分析 我们在这里精心选取了相关作品 这幅画是艺术家于20年代创作的 名为《河边的花园》 这是它代表性的风格 它用抽象的构图来表达对风景的观察和理解 猛一看 映如眼帘的是不同的色块和形状 主要是几何图形 各种不同的扁平长方形 还有一个圆形 我们仔细再看 圆形原来是一棵树 色块原来是田野 我们都曾经见过田园风光 田地被农场主划分为不同的区域 由于种植的农作物不同 每个区域呈现的颜色也就各不相同 艺术家将它独特的观察和我们分享 他用准确而抽象的构图 同时使用强烈对比的红绿色 带给我们极具个人风格的艺术感染力 保罗克利非常重视儿童话 也将其视为灵感的来源 他想打破学院派追求完美的传统 利用儿童话表达出朴素的力量 这一系列儿童话风格的作品 创作于1933年德国纳粹时期 他在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任教授 因其现代派的艺术教学而遭到迫害 他并没有直接抨击当时的政治时局 而是用微妙的方式揭露了当时的暴力氛围 比如说这幅名为《命令来了》的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物 左边的人物正在对右边的人物发号施令 而且很可能是不好的命令 右边的人物身形扭曲 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人物所处的恐惧 这是典型的保罗克里风格 不是直接针锋相对 而是对整体环境进行描绘 这里看到的是图书插画 都是原版的 用额毛笔勾画 是用来作为库尔特·考林特著作 欣喜若狂的《愿景》一书的插图 保罗克里为整本书绘制了插图 这部书描述的是一战后 柏林疯狂激进的氛围 革命之后 社会结构分崩瓦解 文化圈也异常活跃 诞生了大量德国小说 印象派的艺术家也应运而生 保罗克里描绘了这一时期柏林的景象 他将自己典型的箭头符号运用到绘画作品中 代表能量和潮流 表现了当时众多流派之间互相碰撞 互相制约的社会现象 这些是保罗克里给他的儿子 菲利克斯制作的首偶 父子俩经常在家庭聚会时 同台演出 这些布偶一直由保罗克里家人保管 因而没有进入艺术品市场 所以只有在我们的艺术中心 才能有幸见到 这些都是保罗克里制作的 绝物仅有的小型雕塑作品 艺术家的艺术风格可以窥见一般 比如后面较大的那个布偶 您可以看到 它的眼眶是四方形的 有两个火柴盒制成 艺术家把火柴盒拼贴在一起 做成了玩偶的头部 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图形 然后重新有机组合 从有棱角的抽象人物 到夸张的面部 都是保罗克里凭直觉一步一步完成的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他为儿子制作的这些生动迷人的布偶形象 保罗克里希望重新创造现代艺术 自然是他创作的源泉 他遵循自然发展的原则 不断返回自然 并从中汲取养分 无论是儿童化 观察自然万物的生长 还是关注社会发展的进程 包括抽象的 或是现实中具象的形式 在这个宽广的领域中 保罗克里带着他充满失意的愿景 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保罗克里带给我们的灵感 是无穷无尽的 在艺术中心 我们可以近距离了解艺术家的作品和理念 并由此对当下进行反思 我们努力让艺术、自然和社会和谐共生 我们的艺术中心坐落于美丽的自然环境中 因此我们也将自然引入我们的主题 比如在美术馆前 我们和邻居一起经营一个共享花园 你会看到 生命在自然的土壤里破土而出 而我们人类也是在文化的土壤里 茁壮成长 这里会定期举办读书会、音乐会、展览 还有众多老少嫌疑的活动 我们最理想的状态 就是让这里成为瑞士 最富有生命力的场所 斯瓦茨霍夫酒店位于伯尔尼 是一处著名的历史建筑 距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 经过重新修建 重新设计和装潢之后 酒店焕然一新 它完美地结合了原有的古建筑 并融入现代的风格和元素 非常有品味 成为了既古老又时尚现代的酒店 我们有很多特色 当然首先是我们的个性化服务 酒店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十分便利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是伯尔尼城市 唯一一家带有温泉的酒店 杰克法式餐厅也是当地一家著名的老字号 这里有全城最好吃的维也纳炸牛排 非常正宗 也是以前店主的最爱 我认为酒店是连接人与人的纽带 是人们相遇的地方 你来我往 各个领域的艺术家会集于此 我们有音乐家定期来我们这里举办活动 比如其中一个保留的传统项目 母亲节的爵士乐晚会 每年都会在我们华丽的舞会大厅举行 还有一部侦探小说 写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艺术家们相会于此 享受这里的安静和独具个性化的房间 同时他们也会获得艺术创作的灵感 我们施瓦茨霍夫酒店 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这里曾是007詹姆士邦德电影的拍摄地 如果看过电影 您会认出电影中出现过的阳台 在酒店的大堂里也拍过一些场景 世界各地的游客 特别是邦德迷们会特意前来 去这些电影取景的地方拍照留念 记录秘密特工的足迹 奢侈对有的人来说就是花时间去做一件事情 奢侈也代表着无与伦比的体验和经历 在这里我和我的同事及全体员工一起努力 为我们的客人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 伴随大家在这里度过难忘的时光 我只是想把这些灵状都开吻 让你感觉到一件事 我非常想要设计的 这些电影 随时的电影 我看来到苏洋鲁 我的祖父是从这枚小饼干开始创业的 每个瑞士人都知道 这个品牌永远不会过时 从1910年至今 我们家族四代人共同努力 精心经营着并关爱着这个小小的产品 随着生意业务的发展 我们不断尝试创新 举例来说 我们的蝴蝶款饼干 是世界上最薄的饼干 食材选用新鲜的黄油 炼乳 还有杏仁薄片 借助创新技术 我们将纯香的口味发挥到最大化 整个饼干只有2.3克 非常轻盈 这已经不是饼干了 而是一种情绪 是一种纯粹的情感 是爱的体现 金宝利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金宝利传达出与他人分享休闲时光的理念 提供最优质的食物 富有激情 追求卓越 品尝饼干 让人唇齿流香 回味无穷 如何与他人共享好时光 也是一种艺术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每一块金宝利饼干都是一件艺术品 金宝利艺术礼盒的创意初衷 是给我们的消费者和艺术收藏者一件艺术礼品 他传达出与金宝利相同的艺术价值理念 也就是生活的艺术 每一年我们都从全球 甄选与我们价值观相同的艺术家 共同合作 我们的愿景是 为世界带来快乐 最初的主意来自于一位瑞士的艺术家 著名的装置艺术大师 尚丁格利 他用铁盒来进行艺术创作 并给我展示了他的想法 我们热情拥抱 马上达成共识 这主意实在是太棒了 我们从此决定 从1989年开始 出一款限量版金宝利艺术礼盒 我们现在是在瑞士的中部 刘森湖区 这里离瑞士最美的城市刘森很近 我们不跟士托克度假观光体验 从刘森开始 乘坐我们酒店的邮船 在斯林州湖上行驶 然后乘坐驰轨火车 35分钟后 便会抵达山顶地球上最美丽的度假村 访客的体验独一无二 这里浓缩了瑞士的精华 整个度假山区位于自然之中 空气清新 还能听到牛群的牛铃 这里的美景震撼人心 您可以俯视刘森湖区的湖光山色 不跟士托克有磁铁石一样的吸引力 古往今来 吸引着世界各地文化和艺术界的名流 意大利著名影星索菲亚罗兰 曾经在这里居住过12年之久 奥黛利赫本曾经在这里举行婚礼 也是这里的常客 不跟士托克度假圣地 绝对是一个传奇 在不跟山上 已经书写了差不多150年的历史 我们也充满了创新精神 独特的餐饮 温泉 以及各式各样的体验活动 我们提供一流的服务 当然这里的风景不用说 也是一流的 我们的客人可以在这里 尽情享受休闲假日 我们的客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